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我老婆心里美 老公啊 你觉得那个小保姆怎么样 还好吧 你给她多少工资 你付的钱对不对 你好像没跟我说过 你爸爸妈妈家里用保姆你出钱呀 这有什么区别吗 喂 你的钱不是我的钱呀 怪不得每个月交给我的钱 少了那么一大块呀 孝敬父母应该的嘛 那我妈妈那里呢 你孝敬了多少呀 一婷啊 帮帮忙 你妈那里 迷有没少杯 油没少灵 你妈要吃南香小龙 我排两个半小时排到的 那才几个钱呀 再说那是发的 根本不要你掏钱呀 可是 可是我爸我妈就是一个孩子 一个月掏点保姆费 你说应不应该 我没说不应该 应该的是 这事你要跟我说 那你什么事都不跟我说 那我算什么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老婆大人 你给王小枣一小时多少钱 十块啊 当真 停车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好你个泥刚 你不跟我说实话 你因为我不知道 你小时才十五块钱呀 我已经去嘉证公司问过了 你可真大方 你这样骗我啊 以后 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邱先生 您怎么来这儿了 是方老师给我你的地址 我是特地来向你道歉的 我们家晚宁孩子不懂事 惹急了你 真是对不起 没关系 事情都过去了 我不会跟孩子一般计较的 我今天来 一是向你道歉 二是还想请你来我家当保姆 你看怎么样 您为什么一定要让我 上你家当保姆啊 小子啊 我以前 也找了无数的保姆 每次问您 都这么对他们 他们就跟我告状 还跟我女儿吵架 有的甚至 还打我女儿 真的 他们还打人呀 那可不对 所以 你不一样 你不但没有跟我告状 也没当孩子的面训她 你这样 也知道我很感动 说明你有爱心 有耐心 还有 你说的那句话 我说什么呀 你说 小孩子这样 不能多怪孩子 家长也有责任 邱先生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那天是因为意识心急 所以随口说的 可我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 我认准了 你能当好我们家的保姆 找一个好保姆 可比找一个好员工难多了 我看好你 将来你往下走 会干大事 因为你善良 而且有气度 把您如果交给你 我很放心 那 那好吧 这么说 你答应到我们家当保姆了 谢谢 不用了 咱们还是先去趟家政公司 到方老师那儿签个合同吧 好好好 走走走 邱先生谢谢你啊 有什么事你尽管来找我 谢谢方老师 为了表达我的信任 我把我家的钥匙交给王小草 邱先生信任哪 你就拿着呢 你值得信 邱先生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好 好 大姐 你婆婆家着火怎么样啊 没事吧 我婆婆公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 狼来了 人没伤着吧 第一 着火了人没事 也就是烧了电器跟家具 第二 他们搬来跟我一块住 这不是狼来了吗 那来跟你住了 他们不跟你住跟谁住啊 不能住到街上去 大姐 你们水火部下荣怎么住啊 又灵 你怎么幸灾乐祸的 还要你一听 什么狼来了狼来了 人家遇到困难了 应该雪中送炭 不能落井下石 妈 这我都知道 可问题是他们把保姆也带过来了呀 又灵 你还记不记得 在咱们家就做过一天的那个小保姆了 王小草 当然记得了 在那边书远的样一看就不像 这是什么好东西 专门勾引男主人的主 怎么 你婆婆带的小保姆是王小嫂啊 就是她 你知道 你刚给她多少钱一小时吗 最多十块钱 十五 疯了 天价那是 我们周围谁出过这个价钱呀 难怪我婆婆怎么给她难堪 她都无所谓 要我为钱我也可以 那这个钱是你婆婆要给的呢 还是你刚要给的 你刚给的 刚刚我们还被这事吵了一架呢 你说有这样的吗 为了保姆跟老婆吵架呀 前两天我跟我婆婆刚干了一场 这回可好 搬家来住了 你搬来就搬来吧 还把咱们家做过的那个保姆也带过来了 你说她们这不是摆了架势跟我斗吗 一婷啊 你说话别这么尖刻 那毕竟是你婆婆 那她妈住多久啊 房子烧了吧 要装修 还要放放味儿 至少也要半年 别的我不怕 我就怕我老公跟她们一个鼻孔出气 三个人对付我一个 不 再加上那个小保姆 我会死得很惨的 如果你还想跟尼刚好好过的话 你就不能这样对待她妈吗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家着了火 尼刚这样对待我 我会原谅她吗 你这个时候对她好一点 她会记你一辈子 好了好了你们说吧 我要走了 你去哪儿呀 去接吴妈呀 昨天说了才几句 好了闹个命了 离家出走了 你又怎么忍吴妈了 妈 我也发现 你妈跟你以前不太一样呢 人老了嘛 老了就像老小孩 以后多哄着她点 佑玲 待会儿见到吴妈 说点好听的 知道了知道了 以后啊 我们把老保姆供着 可以了吧 我们家怎么都不保姆干的 走 秋先生把他家的钥匙交给我了 我很开心 作为一个终点工 能得到主人这样的信任 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邱先生的家是在高档别墅区里 我还从来没有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过呢 我塞 几乎现在人家够大了 来了 谁啊 曹东 没想到吧 就这样欢迎我啊 我叫保安啦 你看清楚啊 我就是保安 你怎么又混到这儿来了 跟你一样嘛 人往高处走 这儿工资高 我还说是谁呢 跑到邱静里 我不想跟你废话 报警了 报什么警啊 你怎么出来了 你找谁啊 金波在吗 你找金波干什么 他不在啊 他不在啊 不在走吧 他去电视台了 去参加富装比赛了 你是谁啊 我说女朋友啊 你说你带保姆吧 行 他不在做了 快走了啊 拜拜 姑娘 姑娘 你等等 你等等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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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 你等等 你刚才说 你是金波的女朋友 你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等金波回来 我好跟他说呀 你是他什么人啊 我是他妈妈 我是金波的妈妈 阿姨啊 阿姨你好 我在认田店 你说这名字多好听啊 走 跟我进入去 我熬的冻江可香了 热乎着暖暖身子糟糕 金波一会儿就回来了 本阿姨 你找他有什么事啊 你说这个金波啊 交了女朋友 也不告诉我一声 阿姨啊 我和金波是一个大学的 一个大学的 走走走走 进屋去 坐会儿去 走走走 阿姨 不了 不了 还有点事 改天我再拜访您 阿姨走了 拜拜 等金波回来 我让他找你去啊 好 再说 拜拜阿姨 哎呦 哎呦 把酒放下去 啊哈 你说平什么呀啊 就这样的豪宅 还让我女朋友给她当保姆 谁是你女朋友啊 啊 前任前任 让我前任女朋友当保姆 还让我给她当保姆 还让我给她当保安 嘿嘿 平衡 哎呀 哎 这有钱人的日子 不得也太好了 别动 尝一下啊 哎 你怎么老毛病 一点都不敢啊 谁的东西都要吃 放回去 别放里面 手多脏啊 哎呦 一样都比你这么凶 你少给我提她 啊 不提不提 曹东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要是来找我的 我不想见到你 你要是来找我们东西的 他不在 请你现在走 哎呀 我找他干嘛 我找的就是你 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大的浴缸 你知道吗 喷泡泡的那个 外面太冷了 我泡的热飞澡 你怎么那么漂亮啊 哎呦 你不是说谁知道啊 有有有有 你看你看 你看这眼珠子瞪的 冯小嫂 我告诉你 这就是你的问题 你对人太凶了 你知道吗 啊 一样就不会这样 这女人吧 哎 你听着 这女人就要有 女人的样子 她就得有那种 骚劲 你就没有 你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啊 你比男人还像男人 那男人怎么会对你有兴趣呢 我跟你说 以后你见了男人 你得温柔一点 笑着对人家 滚 你吓死我 我跟你说正事 滚 不 你 我走我走我走 滚 别别别别 行行行我走我走我走 我走我走我走 对了对了对了 还有件事情 跟你合作那个男的啊 人还不错 抓紧点 这年头像我们这儿的好男人 见一个少一个了 滚 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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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了 作 siz学妹都准备好了吗 好 好 好啊 好了 河 situation 易 缺冲 他小dim 好 季伯 早也看过你的同志了 还不做 但是后天 要一套休闲 后天就要洗就 你加把劲啊 我告诉你 他们可是好不容易 杀你一板墙的 他们好 你也好 但是后天 后天我做不出来 后天时间太紧了 他们要杀进五十枪 那你可就聪明了 我不睡觉啊 一会儿上台的时候 一定要动一气 挺好呀 我妈给了我你家的地址 没看见你吗 结果白跑了一趟 谢谢 我听说你在电视台 过来看看 有你的设计吗 有 就是我设计的杀进一百墙了 我四个学妹穿着衣服 现在在台上 一百墙 不错呀 不错呀 那个佑玲 正好有个事跟您商量 金波 你别走您您的好不好 就是我想 我想把我妈接来跟我一块住 我先跟你说了 完了我再去你们家跟你妈我李阿姨说说 金波 你是不是太小气了 昨天晚上你妈肯定跟你速谱了 你说你家和我家 咱们不就是一家人吗 是不是 平常吵吵闹闹不是很正常吗 别太在意了 我知道昨天说话有点过分 我也跟你妈赔礼当切了 别因为这点小事 你就让你妈走回去好不好 我就是想我妈了 我想跟我妈一块住 金波 你太较真了吧 我没较真 我妈也想我 她也想跟我一块住 那这事你得跟我商量 跟我妈说去 我跟李阿姨也这么说 金波 你怎么这样啊 你说你妈在我家吃好穿好住好的 我们都没拿她当外人 就说那么几句她就闹革命啊 嘿 我又说错话了 金波 你就为我妈着想好不好 你说我妈走了 这我妈怎么办呢 我求求你了 别让她走了行吗 我也想求求你 我真想我妈了 我想让我妈跟我一块住 你就是自私你 就为自己着想 别以为你是什么设计师 你就怕你妈当保姆 你没面子呗 哎 金波 你去哪儿啊 谁老啊 哎 老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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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гов 丁波 你回来了 小老姑娘 你回来了 今儿工作完了 阿姨 还没完呢 我下午还有一家 阿姨给你做的饭 快吃吧 给我做饭 为什么 为什么 阿姨做的饭你不敢吃啊 快 吃吧 那那我洗下手 去吧 你看我干什么 你以为我看不见你呢 快来吃 阿姨 真香啊 快吃快吃 你的碗呢 我吃完了 你吃完了 对 吃完了 快坐 坐 你吃吧 阿姨 我尝尝啊 好吃好吃 好吃 小胆 你说今儿博住这儿 租你这个房子 确实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没有 没有 我是今儿博的妈妈 我给你谢谢 你别这么说 另外呢 我昨天晚上也在这儿住了一宿 这个按着一个月的房租呢 我这一宿 我应该给你二十块钱 阿姨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我真不要 我应该 你这金波的妈妈 你在这儿住 给我钱干吗呀 你别给我 来 二十 拿着吧 快吃 快吃 阿姨 阿姨 你是不是 要跟我说点什么事啊 我说 你知道 人前面吧 我知道 就是 就是 那个 原来呀 我想 就是 金波和你 这 合租这房子 不方便 是不是 男女这个 不合适 现在呢 这个 有了人甜甜了 我就放心了 什么意思 我听懂 有了人甜甜了 是什么意思 不是 这个 人甜甜不是 金波的女朋友吗 所以呢 这个 人甜甜上这儿来 亲口跟我说的 不是 她是 金波的女朋友吗 他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呸呸呸呸 你说你呀 你说这个丧妓啊 他们俩分手了 人甜甜还能上这儿来找她呀 人甜甜亲口跟我说的 我是金波的女朋友 你呀 不是阿姨说的 小包吗 不会说话 阿姨 我听明白了 你就是说呢 之前我跟金波在一块 你挺不放心的 我们共处一室 你怕我对金波有什么想法 对吧 现在呢 这任甜甜回来找金波了 你也就放心了 我们可以继续住在一块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小草 你真聪明 你说你怎么那么想我呢 你还说大实话 阿姨就爱说大实话 阿姨啊 阿姨 我想跟您说一句 你别总是一口一个小保姆 一口一个小保姆地叫着 我尊重您 我也希望您能尊重我 你家金波确实是个大学生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一定要跟他好呀 阿姨 你说得没错 我就是个小保姆 可是这话我真不爱听 谢谢你给我做的饭 我就不吃了 不是 什么 什么事 阿姨 有 Amigt 阿姨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你挺高兴地说同意我不搬了 不是 小岔 我跟你说 你妈可真够厉害的 不是 那个小岔 我现在我不能搬 就我在电视台参加那个时装比赛 我每天晚上我还得加巴加加把那些服装赶出来 我做保姆怎么了 我做保姆丢人啊 她为什么那么说我啊 我就做保姆 我就做保姆 我就做保姆怎么了 我妈说你什么了 任天天来我家找过你了 你妈妈见到她了 你妈妈知道她是你的女朋友 你妈妈很高兴 你妈妈现在放心了 你可以安心住在我们家了 反 反正我不搬 我怎么着都不搬 我觉得跟你相处得挺好的 我跟你相处得不好 我觉得好 不好 好 完了 我妈也搬过来跟我一块住 你还要让你妈跟你一块住 我觉得你跟我妈都是做保姆的 都懂得寄人篱下的滋味 你妈妈现在还在做保姆 其实已经退休了 在乡下养老 后来冬家出了事 她把腿就赶过来了 都是做保姆的 她怎么就那么瞧不起我呀 我妈不是瞧不起你 她是瞧不起她自己 母姐 吃 我妈吃你 吃啊 我妈我错了 你打我还不行吗 你打人不你小人乖 我改还不行 母妈 我已经烂了 她的 她在这边跟你说话 我把她赶出去 我把你酱皮糖 母妈 母妈吃 你跟你说啊 母姐 这孩子不懂事 你可千万别跟你一般见识 母妈只是个保姆 母妈您不是保姆 您是我家祖子 祖奶奶 母妈吃这个 母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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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好多事要跟您说呢 说 我婆婆家着火 搬来跟我一块儿住了 着火了 上周人了没有 人没事 就是家具电器都烧没了 那她们住你那儿了 你可要对她们好点 听姐妹啊 听 对了 一婷啊 你把母妈交给你那鸡豆菜 你做给她们尝尝 再说点软和话 母妈 你随心拿到把我杀了算了 你这孩子不这样呢 她们家着火了 有困难了 住在你那儿 你说 这是多好的一个 孝顺她们的机会啊 你说是不是里面呀 母妈 还有更大的事呢 你说 您知不知道和金波 住在一块儿那个王小枣 那我知道 她现在在依亭的婆婆家 做保姆呢 啊 在你们家做保姆呢 怨不得呢 她跟我说她主人家 着火了 原来 母妈 我和我姐都会对你好的 所以你就安心住下来吧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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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姐 来来来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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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母姐 我那俩孩子没叫你好 让你生气了 别往心里去啊 我我给你道歉 没事 没事 快去 坐 哎 没办法 孩子大了 他不由咱们了 金波不厌师 儿大不由娘 金波还行 他笑 你看看我这俩 那怡婷这么天天跟他婆婆打 又灵就这儿搞对象 你说他还知道什么呀 那金波 找对象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一声 男孩子 他找对象没有最后定 他跟你说万一要不成 是 好 坐 总之啊就是啊 孩子将来呀 靠不住 到老了呀 咱就自己靠自己了 咱们姐俩做个伴 就这么说定了 不 雷妹啊 你这么看得起我 我就是当牛当马 我也好好伺候你 这吴母姐 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什么当牛当马的 你那跟我做个伴 我养活你 就这样啊 不 你永远是我的冬家 我真的看得起来 下雨季 你最后就想要 你还能干什么 跟谁伴的 一大口 姐妹 我呀 给你李阿姨 熬得深汤 你李阿姨让我喝一碗 我哪说喝呀 给我儿子留着 来 喝 妈 你不是说好了 不回来了吗 行吧 这个喝了 把这汤喝了 深汤 我不喝 我上火了 不是说了吗 你跟我一起住 这是夕阳神 不上火了 我不想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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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喝了 我不想喝了 喝 喝 喝 什么时候让妈再见去 那个人甜甜 来 妈妈住了 爸 妈 还骗我说没女朋友 对了 我跟我上早说了啊 咱们不搬了 那儿挺好的 挺便宜的 再说你 这儿有主了 妈就不提搐她了 是吧 任甜甜跟您说什么嘛 她跟我说 她是你大学同学 你没跟我说过吧 我还跟您说什么 她还说 你跟她提到过吗 妈 不错 挺好的 一看就成李姑娘 长得也漂亮 她没说过 她喜欢你 她真说了 真的 妈 骗你了 说了 她特别喜欢你 妈 我再来一碗 妈 我再来一碗 没了 小总啊 还有一件呢 妈 还有一件 她这个也让你洗啊 哎呀 我这个媳妇啊 北方人 粗 不像我们那么讲究 我是从来不让别人 碰那一泪裤的呀 来来来 没关系 阿姨 我没说不愿意帮她洗啊 回头 我跟她讲啊 让她自己洗 小嫂啊 这两天一庭 阿姨有没有问你什么话呀 没有啊 阿姨 没有啊 小嫂啊 你是我亲的保姆 你的心要向着我 有什么事要跟我汇报的啊 阿姨 我去擦玻璃了啊 小嫂啊 你可要千万小心一点啊 跌下来可不得了啊 李老师 你就放心吧 我小的时候是小队打篮球了 哈哈 这玻璃窗啊 一定要擦干净了 不然的话怎么能叫窗铭挤净呢 要达到挤净的程度啊 就要里里外外都擦干净了 这真正擦干净的玻璃窗啊 是看不见玻璃的 你放心吧 李老师 那好 你慢慢擦啊 老妮啊 你刚把我写的那份材料 给电方锅厂寄去了 也许给赔呢 哦 那好啊 如果真能赔的话 咱们还可以减少一些损失了 咱们的老房子啊 现在物业和街道在帮帮们修 还是政府好啊 老妮啊 刚刚我和小王谈过了 怎么说啊 她还是站着我这边的 答应不给一天洗内衣 这就是一个信号 也真是啊 你说这个怡婷 总是把衣服往盆里一放 这习惯太不好了 我猜啊 都是儿子给洗的呢 真要那样 我们的儿子太没有出息了 这是他们小两口的事情 我们不要管 不过话说回来了 我们的儿子啊 还真是怕老朋友 怎么了 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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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怎么搞的 我叫你小心 小心一点的呀 我怎么接不来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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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电话叫你 我住机救车啊 我住不了 喂 喂喂喂 是急救中心吗 你们赶快来一辆车呀 我们这里有人睡坏了 好 好 我们住在恒山路 张快姐啊 好了 好了 电子拍出来是好的 真是一场续经啊 没有事就好 吓死我了 我也急死了 我一再地提醒她呀 小心 小心 还是出事呢 其实啊 也怪她自个儿不小心 我在培训保姆的时候啊 专门说过安全问题的 方老师啊 不知道这个医药费 怎么了算法 我们东家盖富啊 我们还是富 毕竟在我们家出的事 就是啊 我们小枣啊 是我们家政公司派出来的 我们公司呢 给所有的家政人员 都买过保险 所以啊 你们不用担忧的 谢谢你们啊 方老师啊 那你跟小枣说 她在病假期间呢 工资我们照付 毕竟我们是有情有义的呀 小枣 能碰到你们这样的东家 真是她的福气呀 我们相处得很好的 我们进去看看她啊 对 我们去看看 来来来 小枣 吃点牛肉干吧 找找你筋骨 谢谢方老师 你这小骨头啊 硬着呢 要换了我呀 不是骨折就中风了 到底年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本来在那擦得好好的 就飘一下就摔下来了 我还飘的一下了 那张快奇家那边怎么办呀 我不去了 谁给他们工作呀 这你放心吧 张快奇他们 到底是有文化的人 他们还说啊 你休假期间 不扣你的工资 真的 那我这脚要养好多天呢 他们不亏了 这小孩子 等你病养好了 好好给他们干就是了 张老师 我发现你们对我都可好了呢 我定遇到好人 我特别有福气 吃啊 将来呀 我开了家政公司之后呢 我也好好对待保姆 小枣 你真的想开一家家政公司啊 真的 行 一定行的 到时候我一定帮你 谢谢方老师 我们做终点工的 在做上家和下家之间的 那个空当叫时差 很多保姆啊 就趁着这时差 来家政公司转转 一来问问行情 二来看看别人比比自己 人往高处走嘛 有朝一日 我要是开了自己的家政公司 我可不会让时差现象出现 报纸上是说保姆现在都涨价了 报纸上是说保姆现在都涨价了 可是啊 终点工还有一个小时十二块钱的 人家那是大学生 还会外语呢 你会不会外语啊 你啊 该学学王小枣 晚上去上上夜大什么的 我也想找他那样的冬家呀 他那个冬家对他可满意了 你要向他学好好地干活 叶儿啊 不是我说你啊 你干三天歇一天的哪个冬家敢要 还有 你整天穿的那个花枝招展的 这男主人见了吧 心里七上八下的 女主人见了呢 心慌慌的 搞不好 保姆没请到 请了个小三人回来 你说是吧 哎 这就对了 我就落脚这样的冬家 要独身的 离婚的 最好是死了老婆的对吧 哎呀 这些都不计较 只要是有钱的 大款大腕 年轻力壮的 哎 只要有钱怎么样都行 方老师 你帮我来 好嘞 你当我这儿是婚介绍啊 去去去啊 那我有时差再来啊 方老师啊 再见啊 活干得不怎么样 还挑三拣四呢 哎呀 axe 哎 师傅 你们家是几经济啊 我 我马上到了 身份啊 啊 啊 那是 喂 师傅啊 谢谢啊 你是不是来找保姆啊 啊 对啊 我就是这个公司的保姆 真的 我有保姆证的 那好好好 上车吧 上车再说 好 快点 原来你也认识王小嫂啊 认识 我们是老乡 保姆圈嘛就那么大 你来我往 黎先生 你放心 我做保姆的时间比他还久呢 那就好 你这个车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哎呀 不要倒江湖啊 说好了啊 按方老师说的 一小时十块啊 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一定一定让你满意